大家好,接下來星期日的11點有雙紅會的專屬直播 拿到正選陣容再預測 所以記得要加入做會員去參與這次的專屬直播 今天我們講到屈福特對利物浦的英超賽後評 之前逢星期18點的封英直播節目當中 有利物浦球迷問過我這場球的意見 我都說利物浦會贏,起碼入2-3球 不過入到5球真的比我想像中更厲害 還要不用失球 一開始球已經很厲害了 就是沙拿拉右邊不停玩高普 時刻猜過半場盡快完結攻勢 利用他的狀態和速度玩借了對方屈福特的左後衛丹尼路斯 這個又推又走了又說過就過 雖然以現在法魯王的狀態 真的沒有什麼左後衛都可以搞定他 但丹尼路斯實在這次太過差了 明知法魯王今天的狀態好,突破力強 但丹尼路斯就更加不應該飆球去虧了 你說頂住法魯王的屎筆都還講得過去 但如果你去到頂住法魯王的屎筆之後 你還要再衝前一點去法魯王的前面繞過他的身體 再繞著腳去前面,想著繞過球的話 那你即是給了機會法魯王就是轉身過了你 因為你虧了好處位 那麼就立即被沙拿轉身打個反擊 極高質素的腳背early cross 找到文尼,說這麼快八分鐘就領先一球球 丹尼路斯這樣防守法 就解釋了為什麼他的職業生涯不斷走下球 由葉齒一路走下來,落到屈福特這樹 這個魯王的防守動作 亦都令我想起2012年歐洲國家杯四強德國對意大利侯姆斯的犯錯 侯姆斯的身體,身形和級數都是比丹尼路斯為好 但同樣都是做了一個這樣的防守動作 頂完對方的屎筆之後繞過對方的身體 如果在鳥腳前面,搞到自己沒有好處位 那你無論是身形多好,級數多高的後衛都會糟 一樣會同樣被卡斯辛勒輕易過了轉身 令到意大利領先 亦都繼而令到侯姆斯的德國國家隊 沒有了當屆的決賽席位 所以利物浦今天領先不是因為丹尼路斯的身形差 亦都不是主要因為沙拿太強 沙拿太強,但最主要的問題是丹尼路斯 作出了這個根本後衛完全不應該做的标波動作 利物浦這麼快就用一個反擊領先了 屋福特都知道不可以再給空位 就是利物浦打些快的東西 唯有落後了都要先收縮 利物浦見到這麼好的機會 當然又慢慢踢,控制大局 順便保持體能,反正下場歐聯要對馬體會 但是去到35分鐘左右 屋福特又覺得繼續這樣縮下去 都不是什麼辦法 一直守珠代套等到尾 只會被利物浪費了時間去 亦都見到差不多完這個上半場 屋福特打算搏一搏,偷下雞 屋福特打算從後場那裡做上去 誰知道一嘗試就糟糕了 屋福特一嘗試後場猜球斷籃 被利物浦打個反擊 四打四的反擊 這次文尼這次幸運沒有毒食 交球給詹士米納 overlap 入到禁區底線 地坡傳中產生發明爐的必入球 屋福特落後到兩球去到下半場 又是被逼搏下去 一打個來回高速球 幾分鐘內連環失第三球 第四球當然又是輸反擊 本來之前文尼參與反擊的時候 做中間的超級連結人通常都會交失球 不過幸運這次文尼肯不做超級連結人 趕快不推進 把球交到邊線 雖然打反擊的時候 這麼快把球分邊 浪費了時間 影響了整個反擊的威脅力 但是文尼這次這樣做 起碼不交失球 而Robertson early cross都省一點時間 迫到對方的守門員犯錯 這個發明努力都撿雞 就0比3 第四球雖然不是反擊 不過令人津津樂道 因為法老王又美斯上身 美斯現在相信都做不到這一套沙拿的動作 年輕一點的沙拿能夠這樣禁區裡過幾關自己再搞定 不過經已領先到第三球 這球入到第四球 屈福特都散散的 所以比較有代表性的那一球 都是法老王對著 曼城過關斬仗那一顆 才是真正金貴的金球 這球最多是排第二 因為你都會見到屈福特去到第五球 真的散散了 後備入梯的利物浦又後為恩威廉士 竟然是可以對著丹利路斯 華過就過 入了禁區底線地波全中產生 發命路又必入球 可想而知下半場利物浦有幾容易踢 今天五個入球當中有三個球都跟文尼有關係 文尼今天的表現是好一點 至少沒有毒食盡快交球 不過他依然有很多時候都會交失球 斷籃 而通常斷的地方都是落在文尼中間的時候 例如25分鐘 屈福特上半場 最有機會送皮球入網的時候 這個機會就是原因在於文尼無端入中間 又不懂得做支點 打個後抽失誤 變了送大禮 屈福特打個反擊單刀 差一點就有得搞定 雖然其實是越位食鋪炸壺 但是文尼這樣在中圈附近送禮 都是趕不過去 利物浦的球員出了名 回防勤力都搞不定 今次回不了防 證明今次的送禮都頗嚴重 所以文尼的問題 就真的是他很喜歡入中間 不拉左邊 但入中間又不夠視野 不夠技術去傳送斷籃 情況好像史達寧入中間這樣 其實文尼今天試過拉左邊 過關斬仗都踢得很好 怎樣才可以令文尼 是能夠安於本分 拉著左邊來打呢 剛剛說到第三個入球 依然聽到文尼的名字 剛剛說到第四個球 也聽到沙拉的名字 剛剛說到第五個入球 也聽到發明爐的名字 即是發現今天三叉擊打足90分鐘 下場的歐聯對馬體會的球 高普不用說給三叉擊休息嗎 今天的調檔有沒有問題呢 不過其實我也經意跟大家解釋過 今季利物浦的上半季一定是專注英超多很多 一定在上半季親切齊人的時候 搶多些英超成績 搶多些英超入球 提供空間 比非洲國家盃的期間 虧本 相反 歐聯分組賽 你拿到幾高分 入到幾多球 其實都沒什麼用 去到淘汰賽 一筆歐少不計這些分組賽入球分數 況且歐聯已經連贏兩場有空間 所以坦白這麼說 如果今天英超這場 是有得比利物浦入第七球、第八球 我都支持三叉擊繼續入下去 任何英超入球去到最終都有用 得失球差可能是差一個名次 所以今天繼續留住三叉擊是對的 況且今天的賽事其實都輕鬆 三叉擊浪費的體能不多 加上高普已經作出了不錯的調動 例如 給需要休息的左右後衛休息 我認為高普今天的調動是沒有問題的 最近有人教我 都要提醒聽眾 給點Like這條片 這樣才可以令到YouTube 多點推送我的影片 令到我的Channel才有趣的增長 所以都要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喜歡的話 請大家多點Like這條片 Patreon片尾彩蛋部分 封鷹直播節目當中 我曾經猜這場賽事屈福特會入球 但最終利物浦零封對手 到底又為什麼呢 記得去Patreon繼續支持下去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 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直接有了 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賽後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要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